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稍微的腌一下 我们就放一些胡椒粉 听说您有一绝招 叫做三五二 三是怎么回事 三是一会我们煮的时候 就是把海带先放一煮 因为海带一煮的里边煮三分钟 三分钟 它微量元素就出来 就挥发出来 更容易跟牛肉的结合的一起 另外一个我们主要做这道菜就是低脂 孩子吃的时候更健康 省得都长得像我这小胖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切洋葱 不管是老人孩子吃也都特别好 切的时候可以把它切宽一点 因为洋葱待会我们也要煮一下 一煮它还缩 对 把它缩了 可以把它切宽一点 董老师您帮我加点水 加点水 好 好了 好 我们先把海带放在里面 切成丝放在锅里就可以 三分钟放在锅里 经常收看我们天天饮食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知道 李洁师傅特别喜欢孩子 对 其实孩子在家里面吃什么 这是一个大的点 没错 对不对 对 孩子呢 他有时候他说句连话 他有点这个追时髦 对 又汉堡包了 又巨无霸了 最近又流行这个 外面的肥肉饭 不着急 我们都学会了 自己做踏实 那咱们饭 家里蒸的饭就可以 但是蒸饭的时候呢 稍微的硬一点 要蒸的太水了 对 因为我们这个有汁 做得了 放在饭里呢 这个你蒸的太软了 对 汁就比较多了觉得 好 这个三五二二 先煮三分钟 三分钟 对 那五呢 五呢就是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洋葱 切好的洋葱 放在里面煮 好 这个要再煮五分钟 五分钟 为什么这个洋葱要多煮呢 一定要把这个洋葱的味道煮出来 把它煮了五分钟以后 基本上它就透明 感觉就透明 和那个味道就跟那个海带的味道 也融在一起 对 其实我在这个下面跟李介师傅交流过 比如说海带洋葱 还有一些其他的食材 甚至一些香菇啊 什么这个松膜都是这样 你煮不到位 就味道不够 味道不行 而且它这个营养价值 汇发的也不够充分 洋葱也是这个意思 是吧 好 这样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放那个肥牛 好 但是放肥牛之前呢 我们加一点这个海鲜酱放在里面 好 这一放这个调料 这感觉就像了 对 这个味道就出来 颜色呢要绝对浅 用老臭找一找 加点酱油就可以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好 好 放点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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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点点微精 微精 好 再给一点点盐 给点盐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尝一尝它的味道啊 这个根据您的这个口味 口味 喜欢吃甜一点 再稍微放一点糖 咸点的 基本这个 汁料的味道啊 到位了 我们就可以考虑 放这个 没错 我们可以把木耳放在里面 好 这个里边洋葱啊 肥牛和海带的搭配是绝配 闻着味啊 这个弥漫着这个海鲜酱的味道 香的 而且这个 这感觉我尝尝啊 因为我 我这个嘴还是比较有权威的 怎么样 不错 只要火候到位 记住我们那三 五 二 现在我们开始 我们再做点二 对 这里边有个窍门啊 您觉得这汤汁 是符合您的这口味了 这时候呢 别着急 把这新兰花 下在里面 肥牛下在里面 下以后马上关火 对 浸它一分钟 这就得了 是不是 来 太棒了 来 好 充分地让它和这汁料融合在一起 来 来 我这儿操作一下 好 关火 焖 一分钟 即可 你看这个香味普遍的肥牛饭都做好了 没错啊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淋 少有点汁 对 海带 洋葱啊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 但孩子nelle 但是这个肥牛做饮的 这两位 海带和洋葱 孩子是白吃不厌 没错 关键还有一个 我们自己在家里 做这个盘五六块钱就够了 你在外面吃怎么也得 十多块钱 十多块钱 二十多块钱 您再从头给我们盘点一下 第一步 我们就挑肥牛的时候 我们挑肥牛的时候 挑点肥的 它好跟海带融合一起 海带丝我们把它切了以后 先放 先放我们就是三 三分钟 五分钟煮葱头 对五分钟煮葱头 放一点海鲜酱 海鲜酱油 放在锅里面调汁料 然后两分钟放肥牛西兰花 如果根据自己口味 您可放西兰花 你放点青椒 家里喜欢吃青椒 也可以 也都可以 放点糊涂 没错 今后 李田师傅还有好多 给孩子们做小妙招 如果您有什么妙招 也可以跟李田师傅联系 我们今后在这让大家共享 明天老时间 老地点老朋友 咱们还是老话 不见不散 再见 秋天冷热交替更需要 滋阴润肺滋补身体 怎么同时达到两种功效呢 明天江明耀老师将不用一滴油 为您带来鲜滑的清润雪梨鸡片 如何让汤品口感细滑 只一个鸡蛋就能起到作用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敬请收看明天的